雖然KANBA有很多的範本 還有非常多的圖庫可以使用 但是在這麼多的內容之下 你要怎麼樣來使用呢 我們今天就來談一下 首先其實你只要掌握的 先整體後個別的這個原則 就可以比較快速的找到 並設計出你自己的一個作品 比如說我們在這邊先找一個簡報的部分 那找到的時候呢 當然我們從這些很多的範本裡面 你可以找看看你想要哪一個 比較接近你所要的風格 假設我想要製作這樣的一個內容 那麼在它的同一個範本裡面 常常都會還有其他的這些範本的版型 或者是風格相同的這個設計 您可以直接來套用 那麼套用好了這個之後 我們再來看看您也可以 再來針對我們顯示更多裡面 會有一個叫做樣式 那當你曾經使用過之後 它就會拿來移動到外面來 如果您想要使用它像這樣增加進去 我們可以針對整體顏色 還有您自己在裡面想要做的字型 來幫它設定好 那這些都是會影響到整體的感覺 所以你看我們點到不同的設計 你的範本 馬上就可以有不一樣的一個設計效果 所以像在這邊 所做的就是針對整體的部分 那再來呢 當然還有一個會影響到 就是我們的尺寸 雖然在Canva裡面呢 已經有很多就是範本呢 都已經照比較常見的尺寸設定 可是呢 如果你所選擇的 可能是用簡報 但是呢 你不見得想要把這個設計成這樣的大小 或者呢你想要把它應用在印刷的領域裡面 那麼你也可以自己手動來設定這些影片的 或者是簡報的尺寸 那這樣呢 就可以套用到其他的一個這個類型上 在這裡呢 我們補充一下 如果您所使用的這個範本 最常見的它的類型就是簡報型的 也就是它會有一個類似像PowerPoint一樣的一個 多個頁面的呈現 在我們頁面的最下方 那你可以針對這邊增加第二頁第三頁 那如果呢 當初你所選擇的 是影片的這個類型 那它所使用的這種 編輯模式呢 就會變成是影片型的 像您在這邊 比如說我們來這邊找過 像這樣子 我們掏用一個範本進來 我們可以直接在上面直接編輯影片的長短 所以呢 這個是我們目前看法裡面 兩種編輯模式 那當然比較多的是我們剛剛所介紹的 這種簡報型的 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談談 做個別的一個調整 例如呢 這邊有一張我們的圖片 那麼這張圖片呢 你只要按下編輯影像 就可以進行很多影像的編輯 那麼如果你已經升級到教育Pro的版本 其實呢 它就已經內建了一個背景移除工具 所以呢 您不需要再去使用其他影像處理軟體 或是其他的雲端服務 只要按一下 稍等一下 這邊呢 就可以把背景輕鬆的移除 另外呢 它陰影的效果 也有很多內建的 點了之後 您就可以馬上看到 好 那我們再往下走呢 還有一些邊框 影像的處理 那麼 在 Canva裡面呢 它也跟很多其他的雲端服務做結合 比如說我們在這邊 有一個 Smart Markup 那這裡面呢 它就有很多 這種呈現的一個樣式 比如說我們想要把這個 發動進去 它馬上就會幫您的圖片 直接放到它的版型裡面 所以像這樣的使用 也會相當的方便 再來呢 我們還可以針對個別的單一圖檔 或者是 全部的頁面 只要在你不選擇任何物件的狀態下 我們就可以針對 整個畫面上的這些物件做動畫 那麼你只要滑鼠滑過去 馬上就可以看到 它的一個動畫效果 那麼動畫的時間長短呢 你可以從後面這裡 來做調整 那如果你想針對 某一個物件來做設定 你只要點到它 或者是點到 其中幾個 搭配我們的Shift 就可以把你想要做動畫的部分 選起來之後 再來按動畫 這樣就會只針對 剛才所選擇的 物件套用動畫效果 如果呢 你所選擇的 不是原本 不是原本 針對影片類型的這種編輯模式 那我們在加入影片的 物件的時候 是不是也有編輯的功能呢 有的 您可以點到這個 影片物件之後 在上方 就有一個這樣的圖示 可以供您做剪輯 那您只要用拖曳的方式 那您只要用拖曳的方式 決定好 影片的一個 需要的 取用的位置 按下完成 這樣就剪接OK了 如果你的檔案已經設計完成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分享 還有下載 可以把這個檔案呢 直接在線上 分享給不同的使用者 您可以選擇要進行共同編輯 或是請單純的作為檢視 那也可以透過下載的方式 把它直接存成單一張的圖檔 或者是PDF 甚至是MP4 GIF的這種動畫 那麼 如果呢 您的圖檔 有頁面 有兩頁以上的話 在下載的時候呢 還可以直接選擇 您要下載是全部頁面 或是只有其中的幾個頁面 以上呢 就是針對CAMMA 您只要掌握了 先整體 或個別的這個原則 這樣子呢 就可以輕鬆的利用它 豐富的資源 快速完成你的作品